字幕提供 講到示威者人少了 但其實他們分散了 有分析說示威者減少 暴徒更加極端 以及越來越低零化 暴力示威將會成為 香港的長期問題 即學校 簡稱是某某不同的校長 開始其實撇清關係 有對立的狀態 正黨 簡稱泛民那些人 其實他們不會再浪費時間 去支援這些事情 有的就是宗教 那些所謂的教會被人爆出 根本他們是拿來被人用 給一些所謂的示威人士 黑衣人來做休息站 或者用來躲起來 這些人最明顯的就是媒體 新聞 故事繼續編下去 黑暴 會不會成為這種 政黨 依法民的議員 現在去拉票 專門有人追擊他們 那有沒有人看得出這個機會 去爭取這幫人的選票 那些學校不敢抱他 那些政黨 開始為了自己的利益 去離開他們 那些政黨 即是簡稱泛民那些人 其實他們不會再浪費時間去支援這些事情 啊